我爸傍上富婆了 还想带走我家的全部财产 我连夜找到了那个阿姨的儿子表白 顺带还见了他妈 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我亲爸 我笑了 阿姨 你长得好年轻 当我姐姐也可以 富婆阿姨高兴得何不拢嘴 这小嘴真甜 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教的 怎么教的这么好 我十分坦然 都是他们以身作则 尤其是我爸 不然 怎么调上富婆的呢 收到我妈说 我爸出轨 还要和他离婚消息的瞬间 我站在车辆呼啸的街上 整个人如坠冰叫 一瞬间 所有的声音都在离我远去 我徒劳地摇着头 这怎么可能 我爸是我们小区远近闻名的老好人 平时也总是和我妈出双入队 经常被小区里的人称暂时 好老公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出轨 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的身子还在情不自禁地颤抖 以前爸妈不是没有提过离婚 每次都是吵架 第二天就和好了 这次隔着门声 听到母亲的哭泣声 我忽然害怕了 你签字吧 签完字 我们就离婚 给你留了一辆车 也算是人质意境了 我的手指按上门把授 推开门 整个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 坐在沙发上的爸爸 爸 你在做什么 他看着我 十分平淡 冉冉回来了 和你妈妈好好说说 签了字 对我们谁都好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上前的 看着桌上放着的离婚协议书 耳朵似乎都在嗡鸣 离婚协议书 郑建国 他的名字已经签好了 我攥着手里的离婚协议书 看着面前的爸爸 还抱着一丝希望 爸 您现在肯定是在说气话对不对 是因为前两天和妈妈吵架的事情吗 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 以前你和妈妈也不是没有吵架 不是很快就和好了吗 我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我找工作 养活你和妈妈 我们一家像以前那样不行吗 她看着我 眼神中尽是冷漠 冉冉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说完 她用挑剔的眼神看着我的妈妈 你看看她 自从嫁给我之后 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黄脸婆 哪里还有一个女人的样子 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就没有了任何欲望 所以 您就去找小三 让别人来填满您的欲望 是吗 我突然觉得无比的恶心 胸口阵阵的恶心翻涌 冉冉 这是人之常情 你再长大一些就懂了 而且 你应该叫她阿姨 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我看着面前的爸爸 从未觉得她如此的陌生和恶心 她站起身来 手机响了 看到上面的名字 眉眼中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温柔笑意 她拿出手机的瞬间 我快速地扑过去 想要看到底是谁 郑冉冉 她飞快地将手机拿走 一脸怒气地看着我 你和你妈一个德性 告诉你们 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然后 就快速离开 妈妈想要去追 结果 被她狠狠地推在地上 我跑过去 将妈妈扶起来 一把拉住她的衣角 爸 她伸手 拉开我的手 冉冉 劝你妈离婚吧 爸爸现在找到真爱了 你应该为爸爸高兴 然后 就消失在门口 我重重咬着唇 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呢 我回头 看着 站在门口哭得不能自已的妈妈 电梯已经下去 我飞快地爬着楼梯 家里在15楼 我从来没有一鼓作气地 爬过这么多层楼梯 我跑下楼梯 一不小心摔倒 整个膝盖撞在栏杆上 剧烈的疼痛迸发 建国 你和他们说清楚了吗 等你离婚了 我就去做然然的工作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要不然我现在就去见见然然吧 然然那孩子懂事 看着就很好相处 女人毫不犹豫地拒绝 等你先解决好你这边吧 我不希望你拖太久 不然的话 我就没耐心了 好 我站在单元楼的大门转角处 没有在前进一步 在那个角落里 我看到了他的模样 原来 他知道他是已婚啊 他也知道他有妻子和女儿 堂而皇之的插手夫妻的感情 我的手指死死掐着掌心 真是讽刺啊 他还有儿子 等我这边的财产到手了 就给然然买一辆新车 到时候 然然应该就会接受我了吧 郑建国像是一条田狗 用我和我妈的财产 去讨好小三的儿子 我讽刺地笑着 我真想打刚刚 还想要挽回的自己两巴掌 此后的几天 任凭妈妈如何挽回 郑建国都没有一丝动摇 甚至 还在妈妈在场的时候 公然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去找她 我愤怒到 妈妈把我拦下来 几天之间 她像是老了好多岁 拿出离婚协议书来 她已经签好名字了 给她吧 我站在原地 看着背过身 忍不住用手抹眼泪的妈妈 死死地咬着牙 妈 离婚协议书不能签 我去找她 我不顾一切地冲出门 在找郑建国的路上 我看到了那个女人和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 应该就是她的儿子吧 我看着两人齐齐上了车的身影 站在原地 心中萌生出一个恶毒的想法 我和我妈承受痛苦 她和她的妈妈却如此逍遥 凭什么呢 我跟踪了我爸几天 知道了那个小三住在哪里 也知道了她儿子的信息 着然 名字和她的脸一样 确实很着然 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无数的女孩子 趋之若救 平均两个星期换一个女朋友 婚宿不济 只要脸好看的 都行 我看着镜子里的脸 满意地笑了笑 自我爸出轨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笑 还真是要感谢他了 给了我这么一张不错的脸 拙然的生活曲线 非常丰富 但是唯一不变的 就是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 会在学校的篮球场 雷打不动地打篮球 我换了一件裙子 特意化了一个淡妆 在门卫处登记了一下 直接朝着篮球场的方向过去 刚刚靠近篮球场 就听到了里面 传来热烈的欢呼声 其中还夹杂着 卓然的名字 我冷笑了声 知道我的调查没有出错 走进篮球场 已经有很多女孩子 围在篮球场的边缘 拼命地给手里 带着篮球不停走位地 卓然加油 我安静地站在他们的边上 看着卓然打篮球的模样 他确实很有魅力 三步上篮和扣篮 摔到了无与伦比 我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同时 观察着对手的模样 其中有一个 似乎和卓然不对付 一直在拼命地和卓然抢球 好几次 篮球都要被他抛出场外 为的就是不让卓然抢到球 我觉得 我的机会来了 第三次 篮球又朝观众席飞了过来 我盯了定神 脚步快速地朝着旁边移动 眸中阴凉一片 手里拿着手机 像是有事要离开一样 砰 我手里的手机 稳稳地掉在地上 整个身子也直直地 倒在地上 伴随着一声 小小的痛叫声 你没事吧 下一秒 一道身影直接跨过栏杆 跳进来 焦急地蹲在我的身边 一双桃花眼很是多情 你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务室 另一道身影也跑进来 卓然看到他进来 顿时站起身来 一把将他推开 你他妈会不会打篮球 令人自知理亏 不敢出声 急忙蹲下来问我 对不起 是我把球打飞了 你没事吧 我的脑袋还很晕 但还是支撑着身体起来 化了淡妆的脸上有些苍白 眸中的水光闪烁 尽管很痛 却还是有些腼腆地笑着 没事的 也是我不小心 这样的我 朋友们都说 任何一个直男都毫无抵抗力 果然 着然一下子蹲下来 想要拉我 却又不敢动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被篮球砸到脑袋 肯定会不舒服的 我摇头 却感受到一阵晕眩 身子不由自主地朝着一旁倒过去 一只炙热的手 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臂 我带你去医务室 我看着他 露出一抹笑容 我没事 我可以自己去的 卓然不由分说的一下子 将我打横抱起 我送你去 我被吓了一跳 想要挣扎 却听到卓然的声音 不要动 我把你摔下去 到时候有你疼的 我立刻安安分分地不动了 卓然看到我不动了 低下头来 露出一抹阳光的笑容 这样多好 我脸红了 转过头 声音很小 谢谢你 卓然笑得很是灿烂 走进篮球场和外面的黑暗交界处 在那一瞬间 我的笑容垮下来 乐于帮助女孩子 卓然的一大特点 也是我突破的第一个点 到了医务室 医生判断我可能有些脑震荡 要去医院检查 卓然要送我 我拒绝了 不用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这点事情 我可以自己解决的 而且 我现在也不怎么晕了 我可以的 你相信我 似乎是我目光过于坚定 卓然想了想 把微信二维码打开 那你加我一个微信 这个事情是我们造成的 你的损失也应该由我们来承担 做个全身检查 费用我们出 我没有拒绝 直接加了她的微信 第二步 卓然和独立不沾人的女朋友 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点 在我转身的瞬间 我知道 她看我的眼神 有些许的变化 我在家里静养了一个星期 周六 我扫了一眼手里的记录 卓然喜欢周六和同学一起去泡吧 我起身 扫了一眼早已经准备好的衣服 黑色的吊带裙 十分紧密地贴合着我的身材 头发打理成慵懒的模样 加上大红色的唇 在外面加了一件长外套 酒吧里灯红酒绿 震天响的音乐 让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舞动 我扫了一圈 看着二楼的某处卡座 他们的固定位置 说来也怪 卓然本就不是一个专情的人 竟然会钟情于一个座位 真是搞笑 我坐在吧台 点了一杯酒 正打算上二楼 美女 一个人啊 肩膀上呼的多了一只手 酒位充盈着鼻息 我转过头 看着面前的人 缓缓扬起唇来 不好意思 我有伴了 身旁的人看着我的脸 直接将整只手臂都搭在我的身上 有伴又怎么样 陪陪哥哥吗 哥哥请你喝酒 说完 就直接点了一杯酒 强制地塞在我的面前 喝啊 小美女 都来酒吧了 放松一点不好吗 要是缺钱的话 今天陪陪哥哥 怎么样 我看着面前的人 心中的预案顿时推翻了 抬手 没有丝毫犹豫地 打在面前的男人脸上 就凭你也配 喝了酒的男人 热血沸腾 容易冲动 是个很好的对象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愤怒 你他妈敢打老子 看老子不打死你 也不看看这个地方 谁说了算 说完 就要打我 我的身子飞快地躲避 看着早已看好的通道 镜子跑过去 后面的男人追上来 我一直保持得不快 不慢的速度 让他不至于追上来 又能看到我 爬到二楼 看着那处卡座 我飞快地跑过去 刚要喊救命 下一刻 头发就被狠狠地揪住 一巴掌狠狠地打上来 臭婊子 还敢跑 看我打不死你 我的身子朝着一旁倒过去 我的脸在倒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完整地露出来 浊然看到我脸的瞬间 眸中顿时闪过惊讶 一下子起身 一把拉住男人的衣服 一拳狠狠打上去 打女人 算什么本事 看到浊然动手了 她的几个好兄弟也上去 四五个体院的小伙子挡在面前 男人立刻怂了 向后退了几步 叫嚣着 你 你们 有本事别走 我会回来算账的 说完 就狼狈地跑开 躺够了吗 我的耳边响起 一道慵懒的声音 我抬头 就看到 被我压在身下的男生 很是多情的长相 眉眼深邃 像是能一眼 看清楚我在想什么 我的内心一慌 急忙站起身来 看着对面的浊然 咬着唇 不好意思 给你惹麻烦了 浊然看着我凌乱的发丝 还有已经被扯得变形了的外套 急忙让我坐在里面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的伤还好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下 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头 还好 就是有一点点孕而已 今天是来找朋友的 没想到 说完 我就站起身来 看着面前的几人 今天谢谢你们了 几个男孩子看着我 急忙摇头 哈哈哈哈 英雄就美吗 美女别怕 那个孙子要是再赶来 我们照揍不误 我咬了咬唇 有些犹豫 可是 他刚刚说要找人 别怕 也不看看谁在照呢 就是就是 我们凌素 凌大公子可在这里呢 这可是他家开的 谁敢在这里闹使儿 凌素 我朝着他们看过去的方向 看过去 是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 那个男孩子 他的毛子朝我看过来 似笑非笑 嗯 确实 美女不用害怕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上他的毛子 我总觉得心虚 转过头 你们叫我冉冉就好了 叫美女怪怪的 其他人立刻音声 我转过头 看着一旁的卓然 有些抱歉 不好意思啊 卓然 之前身子一直不舒服 你发给我的消息 没有来得及回复 卓然听到我不舒服 急忙出声 头 还是有些晕吗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我摇头 笑得很失明媚 没关系的 我养一下就好了 我有些欲言又止 这里的音乐有些吵 我的头有些痛 我就先走了 卓然听到我要走 立刻出声 我送你回去 我想要拒绝 卓然却很坚定地说着 你的头有我的原因 要是你待会晕倒在路上了 可怎么办 而且 那个人说不定在哪躲着 要是他看到你又来找茬 就麻烦了 听我的 他很是强势 也很给女孩子安全感 如果是一般的女孩子 现在应该要心动一下了吧 我听着她的话 点了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 那就麻烦你了 我先去烫洗手间 马上回来 好 我走进洗手间 洗完手 整理着自己的发丝 刚刚被打了一下 还真是有点痛 不过 能换来这个结果 也算是值了 转过身 正打算离开 呼的 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灵素 我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缓缓上前 正要和他擦肩而过 他呼的出声 接近 卓然做什么 我的身子立刻一僵 转过头 看着身旁的灵素 壮丝疑惑 不好意思 你在和我说话吗 灵素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抬步走过来 我的身子往后退了两步 手挡在前面 灵素 你要做什么 灵素的身子逼近 我的身子靠在墙上 静止离地看着我 他呼的勾唇 抬手 将我脸上剑上的水擦掉 去吧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咬了咬唇 这人是神经病吧 灵然送我上了出租车 一同坐在后排 我闭上眼睛 不好意思的出声 不好意思 我头有些痛 想休息一下 到了你可以帮忙叫醒我吗 灵然应声 好 我坐在一旁 将外套脱下来 放在腹部 露出瘦小白皙的肩膀 我合上眸子 在几分钟后的一个转弯处 我的头缓缓靠在了浊然的肩上 专门喷在里面衣服内侧的淡淡玫瑰荔枝为香水飘散出来 我感受到浊然的肩膀对时僵住了 他偷偷地看着我 确认我睡着了 方才松了一口气 在黑暗中 我的唇一点点痒起来 方法老土 但好用 甚至 衣服滑下去的时候 他还小心翼翼地将我的衣服拉起来 小伙子 你对你女朋友不错哦 司机调侃着 他笑着 大叔 不是女朋友 那就赶快追到手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追到手 可就亏了 他没有说话 可是他调整坐姿的动作 让我知道了 他动了心思 到了门口 浊然将我叫醒 我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 掏出手机来正要付款 就被浊然拦下来 怎么能让女孩子付款呢 我笑着 依旧坚持着付了款 男孩子也不是 天生就是来付款的啊 当着她的面 我付了款下车 在转身离开的瞬间 我又折过身来 手指伸进车窗 将她肩上的衣服弄平整 不好意思啊 浊然 我俩的距离很近 在她看着我的时候 我抽回手 改天见 若即若离 后面的几天 浊然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和我保持着联系 看着她的消息 正在逛街的我冷笑了声 没有回复 马上就要到妈妈的生日了 我要去帮妈妈买一条好看的裙子 以前妈妈最喜欢裙子了 最近因为那个渣男 已经好久都没有开心过了 刚刚走进店里 就看到一个店员 对着一个小女孩怒斥着 没有钱不要动 脏不脏啊 拿过来 我的目光看过去 一个还小的女孩子站在原地 手里拿着一个裙子 低着头 不说话 任凭店员如何怒斥她 她都不说话 店员见她不给她东西 立刻快速地走过去 想要将东西抢过来 小女孩不给 就硬抢 我立刻上前 一下子挡在小女孩的面前 抢什么抢 她不是没有把东西拿走吗 店员看了我一眼 你是她的谁 她把我们店里的裙子都弄皱了 你看到了没有 这样我们还怎么卖给其他人 她也不买 就死死地拿着这条裙子 要是她偷走了 我们河水说理去 我看着小女孩低着头的样子 缓缓蹲下身来 小声地说着 小朋友 你是喜欢这条裙子吗 想送给谁啊 这条裙子不是她这个年纪穿的 她不看我 只是拉着裙子 妈妈 妈妈 我的内心动容 你有钱吗 她又不说话了 我看着面前的店员 又看了看小女孩 店员一脸鄙视地看着小女孩 没有钱就别来 真是丢人 把裙子还给我 然后又要来抢 下一刻 女孩子就大声地哭起来 我吓了一跳 急忙看着小女孩 怎么了 小女孩也不说话 只是哭 我没有办法 只好出声 姐姐给你买这条裙子好不好 走 我想要拉她 她却躲开 只是会走在我的身后 我将钱付给店员 店员吃笑了一声 孩子有病就别带出来了 我看着面前的店员 拿出手机来 拍下她的公号 如果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 我会质疑你们这家店的管理问题 我会投诉你 然后 便不理会气急败坏的店员 带着女孩子出去 刚想询问她知不知道家人的联系方式 一到身影就快速走过来 苏苏 我听到熟悉的声音 抬起头来 有些震惊地看着面前的灵素 怎么是她 灵素看到我 眉头醋了醋 小女孩看到她 立刻躲在她的身后 她掏出钱来 多少钱 我转给你 我看着面前的灵素 将手机拿起来 收款码 我的钱 不能不要 小朋友似乎很喜欢这条裙子 说是送给妈妈的 她一个人在这个店里 有点不安全 你下次看好孩子 灵素抬头 看向店里的工作人员 毛子会暗 我知道了 多谢 我点了点头 准备换一家买东西 刚转过身 后面的灵素就出声 待会儿灼然和我一起吃饭 你要去吗 我的心顿时落瞪了一声 转过头来 看着灵素已经将小女孩抱在怀里 去不去 随你 我看着灵素 我不知道她知道些什么 但是 我去 灵素将一个地址告诉我 12点 我看了眼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够了 谢谢 我帮妈妈买好裙子 看着时间 换了一身简单的T恤 牛仔裤 化了一个尾素颜装 走到餐厅 灼然已经在了 灵素还没有到 看到我进来了 卓然有些意外 十分开心地站起来 挥手 然然 我微笑地走过去 卓然 卓然看到我 眸中满是惊喜 然然 你怎么会来 我跟她说了一下 刚刚遇到的事情 顺带说了灵素邀请我 过来一起吃饭的事 卓然恍然大悟 灵素的妹妹有自闭症 从小就不喜欢和其他人交流 灵素的妈妈也走得早 一直跟着她爸生活 妹妹也基本上是她在照顾 灵素的妈妈去世了吗 我有些意外 灵素一会儿就来了 在这场饭桌上 我和卓然交换了很多的共同爱好 结束后 卓然看着我 眸中满是亮光 燃燃 我们真的有好多共同的爱好啊 正好我明天和灵素有订网球场 一起来打网球啊 我看了一眼一旁的灵素 灵素的目光正好看过来 对上我的眸子 我心脏一缩 好啊 灵素的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第二天 我早早就收拾好了 换了一件墨绿色的深蓝色背心和网球裙 走到网球场 按照卓然发给我的位置过去 卓然看到我的一瞬间 眼睛就亮了 十分激动地跑过来 燃燃 你今天好漂亮啊 我有些害羞地抬眸 你也很帅 卓然看着我 笑出声来 手指拉上我的手腕 朝着里面走过去 灵素他们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 我们快走吧 我的目光落在他拉着我的手臂上 唇角一点点落下来 进入场馆 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男孩子 看到卓然带着我进来 立刻吹着口哨 调笑着 卓然 艳浮不浅啊 卓然急忙看向我 看着我红通通的脸颊 急忙说着 别管他 他就是喜欢开玩笑 然后 直接捞起一旁的网球扔过去 就你他妈话多 我的目光落在一旁的灵素身上 灵素看到 卓然拉着我的手 眉头轻轻扬了扬 我收回目光来 看着卓然 我们怎么打啊 我大学体育课修的是网球 平时也有打 技术还算不错 卓然看着对面 你们两个一组 我们两个一组 没有问题吧 灵素没有什么意见 另一个人笑得很是意味深长 没问题没问题 不得不说 他们三个的球技都很好 要不是我学过的话 可能会招架不住 看着一旁的灼然 我的毛子闪了闪 下一个球过来的时候 我跑过去 脚突然崴了一下 整个人坐在地上 啊 我嘀呼了一声 将网球拍放在地上 整个人抱着脚 额头上的汗滴下来 为了逼真的效果 我的脚是真的崴了 然然 你怎么样 灼然飞快地跑过来 十分担忧地半跪在我身边 手指轻轻碰了我一下脚踝 我有些痛地吸了一口气 好像 崴到脚了 灼然立刻将我抱起来 飞快朝着外面跑过去 我带你去医院 另一个人急忙喊着 跑什么 灵素拍车了 灼然带我上了灵素的车 看着前面开车 一言不发地灵素 灼然的嘘寒问脸显得更为清晰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 抱歉啊 打扰你们打球的兴致了 然后 抬起头来 看着灼然 很是懊恼 为什么每次遇到你我都会受伤呢 我也太笨了 灼然抬手 轻轻揉了揉我的发丝 不怪你 旁边的兄弟立刻起哄着 哇 灼然 你这也太惯心了吧 是不是想追人家女孩子啊 灼然转头笑骂着 闭嘴 我也有些羞懒的低下头 心中无比的清楚 灼然喜欢上的 只是我的这张脸而已 到了医院 我去了急诊室 灼然一直忙前忙后 帮我缴费 另一个人去买水 只有灵素在旁边 我莫名的有些不自然 低头看着手机 为了吸引灼然的注意力 把自己的脚崴了 不痛 灵素呼的出声 我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的灵素 咬了咬唇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灵素好笑的看着我 是听不懂 还是装不懂 我转过头 不和他说话 正然然的家属 可以去拍片了 灼然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站起身来 准备自己去 一只手伸过来 直接将我按在椅子上 坐下 然后 不知道灵素从哪里 推来一个轮椅 看着我 是自己上来 还是我抱你 我急忙出声 我自己上 我坐在轮椅上 灵素在后面推着我 刚刚到了四楼 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拉扯着灼然的手臂 两人正在说着什么 灼然的初恋 灵素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出声 我点头 哦 我知道 灵素低头 笑着说 你有没有觉得 你之前的样子 和这个女孩子挺像的 我知道灵素说的是什么意思 缓缓抬起头来 直直地看着灵素 我知道 所以呢 灵素看着我尖利的样子 呼地笑起来 你这个样子 我比较喜欢 我醋了醋没 有病吧 拍完片子 卓然急忙走过来 冉冉 你怎么样 我抬起头 害羞地笑着 没事 医生说没有伤到骨头 就是崴到了 好好养着就好 卓然有些内疚 对不起啊 冉冉 要不是我提议打网球 你就不会受伤了 我急忙摇头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不小心 晚上 我将账单的所有钱都转给了卓然 卓然打电话过来 说不要 可我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他只好收下 并且 邀约我下一次吃饭 我欣然答应 坐在阳台上 看着妈妈房间里已经熄灭了的灯光 我将烟盒打开 拿出一根烟来 刚刚点燃 就听到隔壁传来一道声音 乖乖女可不会抽烟 我整个人顿了一下 有些难以置信地转头 林素 你怎么在这 林素穿着一身家 居服站在隔壁的阳台上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我看到 她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 我想起妈妈说的 隔壁之前是一对夫妻在住 自从妻子去世了以后 老公就搬走了 顺便把孩子也带走了 只不过两个孩子练就 经常回来 可是很巧的 我都没有遇到过他们 今天才知道 原来是林素他们 我看着林素 好巧 林素扫了一眼 我手中的烟 不装了 我将手中的烟焊灭 单腿跳起来 装什么 着然又不在 林素看着我 唇角勾起 在我面前 你倒是不装 我邪腻了她一眼 你会告诉她吗 林素泡在阳台上 很是慵懒 我为什么要告诉她 我回她 那我为什么要装 林素很显然认同我的逻辑 没有出声 晚上有点冷 我准备回房间 刚刚跳了两步 忘记了地上有水 脚踩上的瞬间 整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撕 我疼得五官扭曲 你没事吧 林素隔着阳台问 我抱着我的腿 我的屁股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哪个更疼 气氛的出声 有本事你试一试啊 等我过去 林素呼的出声 我有些意外地转过头 她怎么过来 我们的阳台可是分开的 就看到她直接站在阳台上 准备跨过来 我吓了一跳 急忙出声 你不要过来 很危险的 我没事 下一刻 林素就跳了过来 直接站在我家的阳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很危险吗 说完 又看着我的腿 确实 你的短腿 确实有点危险 我有些疑惑 有病就去执行吗 她蹲下来 看着我 能起来吗 我用力地撑了撑 摇摇头 她用力将我抱起来 我的脸贴在她的胸口 有干净的沐浴 露味道传过来 她将我抱在椅子上 顺便用一个抱枕 给我垫着 看了眼我的脚 猝了猝眉 你的屁股还好吗 我迟疑了一下 好 好像还好 就是脚有点痛 你的药在哪里 我指了指家里的桌子 那里 林素没有迟疑地走进去 将药拿出来 冰袋呢 我指着冰箱 她又去把冰袋拿过来 我自己来 看着她半蹲下 我急忙出声 她一下子拨开我的手 行了 走路都会滑倒 还能做什么 那是地上有水 不会找没水的地方走吗 我不是忘记了吗 脑子确实不好 我转过头 懒得和她说话 冰凉的要喷在脚踝 她的手带着温热的温度 一点点轻轻揉着 动作十分轻柔 我看着她低下头的模样 莫名的 胸口有点发烫 将冰袋放在我的脚上 她抬起头来 没事别乱动 我反驳 这是意外 她没有说话 寂静的阳台 我有些不自然 收了收脚 我 我没事了 要不然你回去吧 林素抬头 刚刚得了好处就不认人了 林素一下子抬手 将我抱起来 送你回屋 我吓了一跳 我妈在家 林素停步 有些好笑的看着我 我又不对你做什么 我的脸红了一瞬 指着我的房间 你把我放在房间门口就好了 我的房间还没有收拾 乱七八糟的 她直接打开门 我再阻止也来不及了 急忙抬手 就去捂她的眼睛 林素 林素停步 你乌晚了 我看到了 自暴自弃地收回手 放我下来 你出去 林素扫了一眼我的房间 将我放在床上 折过身 你也就装着 像卓然喜欢的类型 我狠狠地甩上门 烦死了 卓然约我周六晚上 在一个西餐厅吃饭 我又预感她想做什么 为此 我换上了一条白色的小裙子 将妆容画到最精致 还做了一个发型 走出去的时候 正好遇到林素 林素看着我 扬了扬眉 准备约会 我点头 准备去装样子 林素将手机打开 今天你要有男朋友了 我点头 嗯 我知道 她没有出声 但是我莫名地感受到了点点的低气压 走到楼下 我打了个车 她开车 我到了餐厅 看着穿的 很是隆重的卓然 我笑了 接下来 不出意外的 表白 我答应 我怀里抱着玫瑰花 和卓然相拥 抬起头来 林素站在卓然的一群兄弟间 看着我 我低头 闭上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卓然每天都在约会 我每天都在扮演着 她喜欢的那个人 做一个她最喜欢的女朋友 周围的人都在羡慕 我有一个像卓然这样的男朋友 他们也在调侃 卓然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是三生的福气 每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缩在卓然的怀里 他们以为我在害羞 我却没有任何感觉 卓然笑得很开心 我和卓然约好出去玩 游玩的地方 我特意挑了离卓然家很近的地方 在卓然说 这里离他家很近的时候 我立刻出声 要不要去看看阿姨 卓然似乎很是意外 看着我有些惊讶 然然 你愿意去见我妈妈 我点头 微笑着 为什么不愿意呢 你这么好 阿姨肯定也很好 她很开心的带着我去挑礼物 我买了水果 昂贵的护肤品和丝巾上门 我来到我数次来过的地方 真是有钱人啊 怪不得郑建国喜欢 她的妈妈果然很和善 看着我 十分清静地拉着我聊天 甚至还让阿姨做我想吃的菜 我坐在沙发上 和她聊着天 从她的面容上看 丝毫都看不出来 她是会破坏其他家庭的小三 我走到洗手间 看着镜子里的我 胸口的心脏不停地跳动着 这一次的见面 分外的和谐 我们一起吃了饭 聊了家常 像是寻常家庭的那样 出门的时候 她还特意让卓然去 买了水果给我带着 还塞了一个红包过来 十分开心 阿姨是真的喜欢你 卓然 你一定要好好对冉冉啊 不然的话 我打断你的腿 卓然欣然应许 我也腼腆地硬着 楼下 送走卓然 我看着手中的水果 扔进垃圾桶里 我嫌脏 这么好的水果就扔了 不远处 一道声音响起来 我转头 看着灵素 灵素也看着我 缓缓走近 不留着吃 我转头走进去 脏 灵素唇角微扬 不喜欢还要委屈自己 你这样 阿姨知道吗 我的头猛地转过来 眼神尖利地看着灵素 灵素 不管你知道什么 但是只要你敢告诉我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灵素看着我 上前来 呼地将手 按在我的头顶上 至于吗 我是那样的人 电梯到了 我走出电梯 没有再理她 接下来的几个月 每个月我都会陪 卓然去她家 她的妈妈 很喜欢我 我们两个一起逛街 我会贴心地为她 选择适合她的衣服 就连店员都说 我更像是她的女儿 她开心地合不拢嘴 直到 在商场的门口 遇到郑建国 郑建国看到我 卓然和她站在一起 整个人震惊在原地 快步走过来的时候 手指仿佛都在抖 你 你怎么在这里 这卓然的妈妈 以为她在说她 警告地瞪了她一眼 有些抱歉地 看着我和卓然 然然 然然 这位是我的一位朋友 郑先生 和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看着她 如遭雷劈的模样 唇角的笑容灿烂 郑叔叔好 郑建国的脸颊 苍白的可怕 我的心头 涌上浓浓的快感 晚上 我回到家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郑建国也在 她看着我 顿时飞快地走过来 啪 一巴掌 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 很痛 很烫 很热 去溜很冷 冷到了骨髓里 她咆哮着 郑然然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的妈妈冲上来 狠狠地将她推到一旁 郑建国 你竟然敢打我的女儿 我和你拼了 郑建国任由妈妈 在她的身上拳打脚踢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因为害她 瞳孔都在颤抖 我警告你 郑然然 不论你在做什么 都给我停下来 不然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她静止走出家门 狠狠地甩上房门 我听着熟悉的话 我和她真是妇女 连威胁人的话 都说得一模一样 妈妈跑过来 然然 你痛不痛啊 妈妈给你拿个冰袋来 说着说着就哭了 都怪妈妈 然然 都怪妈妈 妈妈没本事 妈妈没出息 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抱着妈妈 我本以为我不会再流泪了 但是眼泪 还是不受控制地掉出来 妈妈你放心 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然然 你要做什么 妈妈告诉你 不能做傻事 我点头 好 等到妈妈睡着 我又坐在了阳台上 用冰袋敷着脸 在我闭着眼睛的时候 听到跳下来的声音 我惊讶转头 就看到林素走过来 看着我的脸 猝着眉 怎么回事 你爸打你了 我无所谓的点头 嗯 他低头 将我手里的冰袋接过去 你是不是傻 他打你 你就站着让他打 我抬头 笑着说 他气急败坏了 我很开心 他低头 用饱含深意的眼神看着我 这样做 值得吗 我不看他 眼睛还有刚刚哭过的痕迹 挺值得的 让那些人得到应有的报应 卓然的妈妈带我去了他的朋友圈子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我这么一个准媳妇 甚至我还加入了他们的群 看着满满当当的群成员 我的唇角一点点勾起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混迹在卓然妈妈的朋友圈 卓然看着我和他妈妈 有些吃醋 妈 你最近都只带冉冉完了 不带我了 难道你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吗 他妈妈笑着 你啊 哪有小棉袄好 你唯一的一点好 就是找到了 冉冉这么个女朋友 卓然无奈 我两独处的时候 他偷偷抱怨 冉冉 你最近都在陪我妈 陪我的时间都少了 我抱着他 点起脚 吻了吻他的唇 我这是为了谁啊 卓然有些无奈地抱着我 我躲在他的怀里 眸色阴冷 他最近 少人陪吗 我打开手机 看着一个女孩子发过来的消息 里面是他和卓然的约会照片 女孩子 是他的初恋 卓然妈妈和我越走越亲近 我壮丝无意地问着 阿姨 叔叔都去世这么久了 你就没有打算再找一个吗 一个人多不方便啊 我看着你都心疼 他笑着说 不是没有想过 就是怕冉冉接受不了 我好奇地凑上前 调皮地说着 谁啊谁啊 谁能得到阿姨的青睐 快和我说说 也让我帮阿姨把把关 几个月来的相处 让他对我放下戒心 他说 你还记得之前见过的那个郑叔叔吗 我立刻恍然大悟 看着还不错啊 阿姨你带他来吗 让卓然相处一下 说不定卓然喜欢呢 不相处谁能知道呢 如果阿姨 你真的喜欢那个郑叔叔 我也会帮您的 我停顿了一瞬 壮丝疑惑 不过那个郑叔叔的年纪 看起来不像没有结婚的啊 他点了点头 是结了 不过离婚了 我的手指掐住手心 是吗 那可太好了 那改天带郑叔叔来见见啊 他私存了一下 好 回到家 我整理了一下手中的证据 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视频 简直是精彩至极 我兴奋不已 来到阳台 看着没有一颗星星的夜空 乌云 要散了吧 见郑建国的那天 我换上了他买给我的唯一的一条裙子 在我和卓然走进去的时候 就听到里面的声音 老郑 你放松一点 然然又不可怕 卓然也知道今天即将发生什么 虽然有些不喜 但有我在旁边 他没有发作 我特意蹲在门口系鞋带 卓然 你先进去吧 我马上就进去 卓然别无他想 走进门 里面的郑建国立刻起身 十分紧张地说着 然然 我是郑建国 我们见过的 卓然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听到里面在询问 然然 然然呢 我起身 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郑建国震惊的脸 什么然然 卓然的妈妈音声 就上次你见过的然然女朋友啊 她 她也会来 郑建国吓得都结巴了 我走进去 看着郑建国 十分开心地打着招呼 郑叔叔好 阿姨好 卓然妈妈 十分开心地招呼着我 来来来 然然快坐 今天阿姨已经做了你喜欢吃的菜 马上就可以吃了 我坐在一旁 十分乖巧地点头 好 谢谢阿姨 我看着郑建国坐在一旁如做针毡的模样 缓缓勾唇 我从洗手间出来 郑建国已经等在了外面 看到我 他目自欲裂 你在这里做什么 郑然然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捣乱 我弄死你 我看着明明已经生气到不行 但还是压低声音 生怕外面的人听到的郑建国 一下子笑起来 郑建国 在我家对我和妈妈的趾高气昂呢 怎么怂了 一个还没有离婚的男人 公然出现在自己的小三家里 是不是很开心啊 郑建国抬起手来 我走上前 将脸凑过去 眸中满是音音 打啊 你打啊 他颤抖着放下手 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 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妈把你生下来 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 当初我妈就不应该嫁给你 我原封不动地回送给他 他气得颤抖 我走出来 卓然的妈妈看到郑建国 脸色不对劲地走出来 有些疑惑地出声 这是怎么了 郑建国想走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要先走 你们吃吧 什么急事啊 这么着急 卓然的妈妈有点不太开心 我走出来 出声 郑叔叔 马上就要吃饭了 您现在走不太好吧 卓然出去买东西了 马上就回来了 要是您不在 他该伤心了 卓然的妈妈也应声 是啊 然然马上就回来了 急也不急这一时 说完 卓然就从门外走进来 看着郑建国 要走了 郑建国咬着牙 不 不走 我笑了 坐在餐桌上 郑建国一直在和卓然说话 试图讨好 我看着 只觉得无限地讽刺 郑叔叔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情况啊 这样的话 我会不开心的哦 郑建国一听 顿时僵硬着 警告地瞪了我一眼 手指钻紧 看着他想发怒 却又没有办法的样子 我笑得更加灿烂 胸膛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是兴奋和激动 我自爆家门 叔叔 我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妈妈 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 我的爸妈最近在闹离婚 因为我爸出轨了 我妈和他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他的工作也越做越好 却转头喜欢上了别人 要逼我妈离婚呢 他的身子顿时僵硬 他没有想到 我竟会直接说出来 卓然和卓然的妈妈也有些意外 然然 你的爸爸 特别不是人士吧 我转过头 看着卓然 我把筷子放下来 就这么看着郑建国 说来也巧 郑叔叔 我们好有缘啊 我爸爸也叫郑建国 他的脸色瞬间苍白 卓然的妈妈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整个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筷子掉落下去 也没有剪 我点开一张全家福 将照片拿起来 给每一个看 看吧 他和叔叔 好像长得一模一样呢 然然 卓然看着照片 有些震惊地看着我 郑然然 郑建国再也难以忍受 一下子站起来 大声地怒吼着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坐在位置上 笑得很开心 爸 急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在我叫出这声 爸之后 卓然和卓然妈妈的脸 彻底白了 我走到沙发旁 将我包里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 扑在桌上 看着 卓然 卓然 这是你妈妈和我爸爸去约会吃饭的照片 这是两人逛街的照片 这是两人一起坐车回家在车上接吻的照片 还有 这是他们出去开房的照片 一张张 一件件 我都摆在他们的面前 顺便 我抬起头来 看着他们两个人 我刚刚把你们出轨的照片和视频 分别发到了你们的工作群 家庭群 好友群 这种事情 就要大家一起共享才好 两人吓疯了 急忙将手机拿出来 与此同时 手机开始叮咚叮咚响 我把证据给了其他人 让他帮忙发的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和视频 郑建国像是疯了一样 冲过来 要打我 郑然然 我打死你 你毁了我 你毁了我 郑建国 突然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过来 我转过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门口的妈妈 妈妈流着泪冲进来 一下子将我护在身后 郑建国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竟然敢打我的女儿 我告诉你 我已经请了律师 把你告上法庭了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妈妈带着我离开 直到走出门 我才反应过来 妈妈 您怎么来了 您什么时候 妈妈看着我 呼地抱住我 嚎啕大哭 冉冉 是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这段时间 你吃苦了这 我看着面前的妈妈 再也忍不住 趴在妈妈的肩头 哭出声来 远处 停着一辆车 是零速的 两人已经身败名裂 郑建国的公司 以她私生活 不减点为由 辞退了她 一大把年纪失业了 真是辛苦她了 卓然的妈妈在朋友圈里 也受尽了嘲笑 她想找我 我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卓然一脸痛苦地问 我 你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报复你爸和我妈妈 我看着她 实在是没忍住 笑出声来 将手中的照片给她看 卓然 你装什么身情呢 不过是拿我当替身而已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不是照样舔着脸去了吗 卓然正愣在原地 迟迟没有说话 我转身离开 为了避免政建国的骚扰 我毕业带着妈妈去了另一个城市 妈妈找了一个社区里的工作 每天悠闲又舒服 我进了一家私企 忙碌却又充实 林素 你爸究竟开了多少家公司 什么我到这里来都能遇到他 林素走过来 很是无辜 这家是新开的 我是老板 我扭头就走 这是什么孽元 林素一把拉住我 当老板娘吗 这家公司都是你的 我看着他 迅速跑开 笑着大喊 你先追到我再说吧 有风嘴 你这回是一小时做得意 我看着她吗 我看着他